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央视前主播村委员日前收到了死亡恐吓 称有人愿意付500万元人民币买下他的手脚 文章是以村委员的口吻写给孩子的遗书 报道这文章更隶属了村委员所做的三件事 一是当过央视的主持人 二是和转基因食品较上进 三是掀开了娱乐界的黑幕 并大致介绍了反转基因和揭露娱乐圈逃税潜规则的缘由 文章在微博微信被转发分享 但由昨晚开始这封遗书被中国官方有限度的封杀 据指目前在微信当中已经无法看到 但是在微博当中仍然可以找到 对于文章的真伟 崔永元本人也做出了回应 他说 今天看到了自己的遗书 他特别感动 想想也是 砸了转基因集团的饭碗 废了娱乐圈 轻松搞钱的路径 得罪了道上的人 人生威胁警察不管 但他没有想过要写遗书 他还表示 当然要和他们大战一场 而从10月7号开始 崔永元的这场大战的战火已经从娱乐圈延烧到了警戒 10月7号 崔永元在其微博当中发布一声长叹 一声雷的文章 暗指电影《大轰炸》是上海警方参与娱乐圈的大欺诈 崔永元还披露 这些上海警察曾经当着他的面 喝两万块钱一瓶的酒 抽一千亿条的烟 几十万的现金 用书包就提走 据《灵合早报》的报道说 10月10号 崔永元又在其微博小崔读书会当中发布长文 举报公安 举报北京朝阳警方不作为 崔永元的举报文章中指出 自2013年起 他因反对转基因滥重 揭发范冰冰 冯小刚 华谊兄弟 偷逃税等 遭到了相关利益集团和水军的无耻谩骂 侮辱 诬陷 甚至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 连留学海外的女儿的信息也被公开 安全无保障 她因为相信法律公平公正 相继向公安机关报案 退役军人徐永龄威胁股东杀人案 黄毅清严重侵权隐私案 黄毅清诬告陷害案等刑事案件 即最新发生的网民老369严重诽谤案 错误员说到目前为止 只有退役军人徐永龄威胁杀人案 以警局调节 善意原谅做了了结 而反映的其他问题迟迟未语答复立案受理 违法犯罪嫌疑人黄毅清老369居然以天为单位 每天侮辱诽谤威胁 错误员在文章的最后 督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及新原理派出所 尽快的恋审查 还守法公民以公道 并称 装也要装出积极作为的样子 给中国法律一点面子 另外据台湾联合新闻的报道说 崔永元的微博长文 当天发布后不到半个小时 一度被删除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实施报 女律师罗检事件 律协警方否认暴力凌辱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实施报 广州女律师孙世华自曝被广州警方 关押推羞辱 并遭构陷碰瓷的事件持续发酵 广州律师协会和警方都表示 涉案警察在案发期间 行为失范 态度不当和言语不文明 但不承认涉案视频 存在殴打羞辱律师的情况 孙世华批评广州警方 在庇护警察犯罪的错误道路上 仍持续滑落 要求广州警方集体回避这一案件 据美国人的报道说 10月13号 广州市公安局再次发布通告 通报当中说 警方邀请广州律师协会的代表 调看了当事人 进入和离开派出所的全部视频 视频显示不存在 孙世华被殴打和羞辱的情况 通报当中说 当事民警态度声音行为和语言 有失文明 已经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这则通报 只字未提 孙世华在派出所被强制要求 脱衣检查一事 广州律协10月13号也发布通告表示 华林街派出所民警 在孙世华律师办理业务期间 存在行为失范 态度不当 言语有失文明等情况 不过这则通报称 暂未发现存在殴打羞辱孙世华律师的行为 孙世华当天发表两份声明 对广州警方和律协的通报分别作出回应 他在最新的声明当中表示 与广州律协暂未发现 殴打和羞辱情况的 弹性阐述不同 广州警方对孙世华被蓄意构陷 强力施暴 脱衣羞辱等核心关键问题 仍继续否认 声明指出 广州律协与广州警方的最新通报 同日相继发布 定调相近 显然双方已经达成一定的默契 据报道 曾代理维权案件被吊销执照的律师 孙胜武认为 律协受到当局撤肘 不可能独立于官方 真正维护律师群体的权益 有评论认为 此事一旦被高层政治定性 就会像雷阳案一样掩盖真相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实时报 中国当局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 强调坚持宗教中国化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实时报 据法广引述北京方面的消息说 中共统战部的部长尤全在10月11号至13号期间 抵达新疆参加调研 由于中国当局在当地所采取的少数民族政策 特别是针对穆斯林的再教育营措施 在近期遭到国际社会及舆论的广泛 关注和批评 尤全则在此行当中传达出 认真落实中共关于民族宗教的各项决策部署 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信息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曾经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表示 收到多份可信报告 揭示了有多达百万的维吾尔人 遭到中国当局的关押和拘禁 而这一被指为再教育营的关押形式 是指中国当局自2014年开始推行 并在2017年达到高潮的官方再教育中心 国际特赦等人权组织及前被押人员表示 再教育营的存在本身就违反了中国法律 营中还存在有被押人员遭到体罚 酷刑精神折磨及强迫接受官方政治宣传 意识形态灌输等现象的存在 对此法国和德国代表曾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当中 呼吁中方关闭再教育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多次公开谴责中国当局 在新疆强制监禁维吾尔穆斯林的行为 面对该事件所引发的国际压力 中国当局无论是在国际长河还是高层代表 都多次出面回应 解释称再教育营是所谓的职业培训中心 并否认教育营中有酷刑现象的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再教育营是否在中国法令面前有合法性的质疑 中国当局在10月9号发布公告 并通知当局相关部门 即日起实施新修正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 有批评是指出 这是中国当局正在对再教育营合法化及更名化的努力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实施报 中美对抗再升级 川普政府誓言对中国要更强硬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实施报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誓言要进一步的强化 川普政府对中国的强硬态度 他说 中国的行为需要在贸易领域国际军事和政治领域做出调整 美国总统川普及其官员对中国发表立场越来越强硬的态度 认为中国占国际秩序便宜的时间太长了 而没有足够多的美国人站出来应对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说 现在是时候这么做了 据博尔顿表示 川普对中国的强硬态度让中国感到困惑 美国政府将中国视为本世纪的重大问题 博尔顿说 他们从未见过有美国总统如此强硬 另外 博尔顿还表示 中国违反了国际贸易和商业准则 从而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博尔顿称 美国准备采取更多行动 限制对中国的敏感高科技产品出口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实施报 希拉里主动放弃安全许可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实施报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10月12号证实 国务院已经根据前国务卿希拉里的要求 取消他接触保密信息的安全许可 希拉里的另外五名前助手的相关权限 也同时被取消 根据惯例 国务卿 中情局局长等高官离职之后 一般可保留安全许可 或至少保留一段时间 以便为继任者提供咨询意见 而在川普政府治下 签发安全许可涉及政治因素 总统川普8月曾撤销了前中情局的局长 布伦南的安全许可 批评布伦南用前官员的身份 在网上及电视上抨击政府 做出不实令人愤怒的言论 川普也重新审查了多名前官员的安全许可 批评这些官员滥用安全许可 以政治手段获得经济利益 据知情室透露说 希拉里并不在审查名单之列 不过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主席 格莱斯利曾经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 要求国务院重新审视 希拉里的前助手是否合适 接触机密资料 有关要求提出不到一年 希拉里连自己的安全许可 也一并放弃 发言人没有解释此举的原因 希拉里以往处理敏感资料的方式 一直为人诟病 2016年 她就为媒体揭发 担任国务卿期间 违规以私人电子邮件账户处理公务 虽然联邦调查局其后不建议检控 但这宗电邮门风波 最终影响希拉里当年大选的选情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实时报 安华首战告捷成功为接任首相铺路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实时报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说 马来西亚国会波德申选区 10月13号举行补选 被视为当地首相热门人选的安华参选 这也是他付出大马政坛 争取接任首相的第一站 当天点票结果显示 安华获得预期成选票支持 赢得波德申选区的国会议席 71岁的安华是大马前副首相 曾经因为入狱多年 本来不符合参选资格 但在首相马哈迪领导的希望联盟 今年5月赢得大选上台之后 安华获得特赦 他这次参与国会补选 轻松击败了其他的六名对手进入议会 并且为最终接任项尾铺路 根据当地的法律 安华必须当选国会议员 才有资格出任首相一职 年纪92岁的马哈迪曾表示 预计任职至少两年之后 他会将权力移交给安华 但这次安华补选的得票率高低 将决定他能否顺利接任相位 与安华角逐一席的候选人共有六人 其中包括当年指控他的前幕僚赛义夫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时事报 欢迎收看明镜人物 崔永元不服被查 举报上海公安 崔永元今年5月在微博爆料 中国影视界许多影星都持有阴阳合同后 范冰冰躺枪被罚了将近9亿元人民币 崔永元几天前又发传闻表示 大轰炸这部电影就是大欺诈 参与这次欺诈的不但有演艺界的大腕 还有上海经济犯罪侦查的原警 暗示整个过程有中共公安参与其中 引发轩然大波 上海公安10月10日回应指 崔永元举报上海公安违纪 当局已成立调查小组并多次联络崔永元 但尚未得到回应 希望崔永元能主动联系上海公安 并支援配合 谁知崔永元对此却不买账 回应指自己的助理 自己的公司和合作的公司都被公安严查 怎么可能不知道他的电话 他同时强调要查公安内部问题 可以先查彭粪彭明达 根据公开资料及泄民披露资讯 彭粪是常宁区经济犯罪侦查队副队长 他的儿子彭明达最早出现在崔永元曝光大轰炸的合同中 其中一张合同上 甲方上海合合影视投资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 就是彭明达 彭明达因卷入快乐集资诈骗案而逃往纽西兰 快乐集团在叶温3上映前将票房资产证券化 以票房收益的预期从旗下P2P 众筹平台等管道 筹集了天文数字的资金 在叶温3上映后被曝出涉嫌票房造假 随后票房保底背后的一系列金融风险 也逐渐被揭示出来 这包括设立多个融资壳公司 涉嫌超额担保 针对单个电影专案重复募集资金 将电影票房收入多次重复抵押筹集资金等等 东窗释发后 快乐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施建祥卷巨款出逃 彭明达的合合影视也参与其中 作为诈骗涉案人之一 彭明达便逃往纽西兰 其后 外界发现他在纽西兰奥克兰市摇身一变 成为了纽西兰中文电视台NCTV的总裁台长 与之前不同的是 崔永元早前在微博曝光阴阳合同 将枪口对准都是导演冯小刚 编剧刘正云 华裔兄弟总裁王中军王中磊 杨子黄胜一 以及范冰冰这类演艺界人士 但从未将矛头对准体制内官员 此次崔永元的发声令献民热议纷纷 崔永元还爆料称 有人出价500万元人民币要他的手脚 他还曾说自己愿意花费八个亿 求威胁者放他一马 原来是有一名叫做天仙哥哥V的神秘网友 在今日头条平台发帖称 为崔永元选好了墓地和遗照 还贴出了图片 该网友又引述消息说 有人以500万元人民币要崔永元的手脚 并提醒崔永元出路要小心 崔永元回应说 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那就走着瞧吧 之后有关贴文被删除 10月7日 崔永元在微博发帖说 他已经第三次被中共税务总局叫去问话 两名陌生面孔的园警 对他补充提供的阴阳合同证据 看都不看 以下是崔永元这篇名为 一声长叹一声雷的微博全文 说范冰冰没教养 是因为政府花这么大力气 和他谈心 也没唤醒他的善念 也没有提高他的认知能力 他伤害了何金与崔永元 15年了 他应该诚恳道歉 祈求原谅 也许政府说没事你交钱就行 这在我意料之中 他的好友冯小刚 刘正云 王中军 王中磊 也至今不思悔改 沃岸从来都是论沃的 沃有沃的理论 沃的理论 就是当四海英雄八方人物 能随时一起火锅 一起喝酒的时候 总会产生纵横天下 无所不能的幻觉 看看当初冯小刚多嘴硬 刘正云多矫情 范冰冰多委屈 他们认识税务局的 公安局的 证监会的 我坚信有一天 这天下还是兄弟们的 只是这个秋天例外 网友们喊我去领赏钱 汉潮给我四亿 而金给十万 我一点心情没有 钱多少先放一边 实在看不了 税务总局的一张张脸 第一次去 给看了证件 倒了热茶 相对仔细的看了证据 和大轰炸有关的他的证据 就是这次提供的 第二次去 提供了全市华裔兄弟的证据 相当一部分 税务总局看不懂 第三次是突然被叫去的 多了两张陌生的面孔 没有自我介绍 也没有出示证件 对我补充提供的 营养合同证据 看都不看 拐弯抹角的询问我是 从哪里弄到的 大轰炸的合同 一高一矮 两问越问越急 终于原形毕露 这是两蛮横的原警 在他们的世界里 有罪推定 人人都是凶犯 在他们的世界观里 他们就是法律 没必要对谁客气 我坚定地告诉他们 这合同是我从垃圾桶里捡的 一旁的国税总局 大声喊着 把这个给他记上 我认为 这两个身份不明的人 不出示证据 随意传唤审问公民 是违法的 要求国税总局 予以合理解释 国税总局称 要请示领导 至今无下文 说话像放屁一样 再然后 上海公安局竞争大队 对所有我参与的公司 彻底侦查 对我以前的助理 不断巡查 彻夜巡查 我知道原因在于大轰炸 参与这次大欺诈的 既有演艺舰大腕 也有上海竞争的原警 曾经当着我的面 他们喝两万一瓶的酒 抽一千一条的烟 几十万的现金 用个书包就提走 就这样 我的危险来自四面八方 崔永元 你怎么会把一手好牌 打成这样 昨晚梦见了 远在天堂的父亲 他说 记住三个字 不能退 10月4日 崔永元也在微博发文称 在这五年的时间里 有一个名叫司马三纪的人 一直不停地对他进行骚扰和诽谤 而且还对他的家人 进行了人身攻击 他愿意出八亿元钱 给这个人求放过自己 在崔永元表达 对自身安全的忧虑之后 10月9日 检查日报 以举报人遭威胁 法律如何保护为题 做出回应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也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微博上 就崔永元怒对上海公安仪式 进行评价 胡锡进首先赞扬崔永元的举报 捅破了窗户纸 引发中国演艺圈地震 并且起到了 配合追缴税款的正面效果 振折了影视界的其他逃税者 应予以保护和鼓励 但同时也称 最重要的是 崔永元在中国舆论场的影响力 是否会受到抑制 这次斗争 给崔永元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只要能够自由地使用这些影响力 这就是中国社会对崔永元的态度 此外 胡锡进也表达了担心 表示随着影响力的增大 如何使用被大大强化的影响力 是崔永元要面对的新考验 在崔永元怒对上海公安这件事上 胡锡进认为 上海公务员系统的作风 在中国是比较好的 这是各地人普遍评价 崔永元的个人经历 未必具有代表性 胡锡进希望 中国宪明能够公正地看待此事 有分析对此指出 引爆中国娱乐圈 阴阳合同丑闻的崔永元 恐怕来头并不简单 如果追溯 崔永元爆料的过程 不难看出 其背后似乎一直有支持力 有角力 10月10日 又有一段视频流出 视频中 崔永元颓废地 坐在一间屋子的角落 他称 有人天天恨不得他死 以上是 所以说为您带来的明镜人物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 欢迎收看明镜人物 孟宏伟多名同党受牵连 预留妻子在外 早方不测 中国公安部通报证实 失踪的国际刑警组织原主席 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 因涉嫌受贿 目前正接受国监委调查 与此同时 有消息人士披露 孟的多名同党也遭到牵连 孟宏伟目前被软禁在北京郊区 其多名部下一手牵连 但具体情况不明 该名人士续称 拘禁孟宏伟的手法 与过往软禁其他高官相似 有专人看守 当前该事件显得非常神秘 无人得到真相 孟宏伟的妻子格雷斯梦 在李扬继续要求国际社会 关注她丈夫的情况 她称 以从恐惧转向追求真相和正义 孟七最后抽气着说 哪怕我看不到我的丈夫 我和她的心永远连在一起 为我深爱的丈夫 为所有的妻子的丈夫 和孩子的父亲不再消失 我还能够坚持 北京另一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 对自由亚洲电台说 尽管美国副总统彭斯 在演讲中抨击中国政府 但是中国官员仍然不顾国际社会压力 对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下手 表明中共决策层出现重大分歧 这位知情人士称 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能够冒天下之大不为 能把一个重金买下的国际职务的正部级干部失踪 这种丑闻再一次暴露在世人面前 如果说他跟周永康的关系 我认为太牵强附会 因为正部级干部 现在有几个是习近平之后提拔的 香港科技大学一位访问学者表示 北京当局在抓捕孟宏伟之后的十多天内 既不通知家属 也没有回复国际刑警组织相关查询 这种做法违反法治原则 同时也违反国际条约和国内法 但是类似事情在中国不是第一次发生 在最近这些年 发生的频率更高 国际社会在这个时候感到比以往更加惊讶 中国政府对本国人民所采取的这种恶劣行径 是必然会投射到外交行为和涉外行为当中的 孟宏伟回国后 9月25日与海外家人失去了联系 国际刑警曾向中国公安部查询 但未获答复 格雷斯梦10月7日周日下午 在法国里昂向国际媒体通报 她丈夫9月下旬前往中国 她于25日收到丈夫发来的第一条短信 短信说等我的电话 随后又收到了第二个信息 但上面只有一把刀子的象征 然后再没有收到任何信息 孟七相信丈夫身处危险 她对媒体说 只要我没有看见我的丈夫出现在我面前 跟我说话 我就认为她很危险 在外界强烈关注下 当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通告称 孟宏伟涉嫌违法 正接受国家监委监察调查 国际刑警组织也在推特上称 今天10月7日星期日 位于法国里昂的国际刑警组织总秘书处 收到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先生的辞呈 立即生效 还有传闻称 当局的计划是先利用开会的名义 骗孟宏伟回国 把他控制住之后 再让他通知法国的家人随后回国 然后让他以健康原因 辞去国际刑警主席职务 但孟宏伟已察觉风声不对 并做好安全预案 如果他失踪 其妻就向法国警方报案 使他失踪事件成为国际事件 还有分析人士指出 孟宏伟失踪事件公开后 他的妻儿如果申请法国政治庇护 或公开孟宏伟保留的秘密资料 也将成为重大国际事件 明镜电视新闻观察员何平 在点点今天事中指出 孟宏伟这算是留了一手 他的夫人没有回去 从孟宏伟夫人所介绍的情况来看 他们还有两个孩子留在北京 有人说孟宏伟的夫人会大量的爆料 或是掌握什么情况 何平觉得这种可能性 一般来讲非常之低 因为家人和官员之间 他们在涉及机密信息的时候 还是按照党内规定有很大隔离的 一般家属未必了解多大机密 而且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 双方之间的这种关系 是一种恐怖的平衡 孟宏伟的夫人一般是要救丈夫 要给她安全 要知道她的下落 她不会轻而易举抛出 她所掌握的有限数据 如果抛出来 你就等于什么也没有了 就像当初另完成 另计划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一样 另完成在美国和中共 将是一种恐怖的平衡 就是说双方保持一种分寸 各自知道 中国公安部网站10月8日发表声明称 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赵克志 10月8日凌晨主持召开公安部党委会议 公报孟宏伟收受贿赂 涉嫌违法接受国家监委监察调查情况 公安部党委一致认为 孟宏伟涉嫌违法接受调查 完全是一意孤行 咎由自取的结果 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坚决支持 对孟宏伟涉嫌违法进行监察调查 声明称 会议指出 对孟宏伟收受贿赂 涉嫌违法进行监察调查非常及时 会议要求要深刻认识孟宏伟收受贿赂 涉嫌违法对党和公安事业造成的严重危害 坚定不移反对腐败 坚决彻底肃清周永康流毒影响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中国研究总监任涛 10月8日在推特上说 公安部的声明全文也体现了 北京清除周永康余毒的努力 另据北京政治圈内人士分析 根据孟宏伟妻子提供的微信截图中显示 孟七收到丈夫发来的等我的电话 及4分钟后的匕首图案分析 多人相信该图案是在暗示孟七公开事件 但不可能出自孟宏伟之手 因为孟当时已在官方人员手中 即便有手机也会被屏蔽信号 或关闭发送功能 有关孟宏伟被抓的原因 除了是周永康余党外 还有指他在香港购置房产涉嫌贪腐 另外一个颇引人注意的说法是 他领导的国际刑警组织 今年3月撤销了被北京当局指控为 僵独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 多里坤·埃莎的红色通缉令 惹习近平震怒 有报道称该通缉令发布于21年前 国际人权组织公平审判权力 从2009年起 就多里深·埃莎的红通令 与国际刑警组织交涉均无结果 但2018年初 国际刑警组织监察委员会 采取改革措施 多里深·埃莎的红色通缉令被重新审视 该组织认为 中国提出的理由不合情理 纯粹是出于政治动机 由此于2月20日发出通告 撤销对埃莎的红通令 此事引起习近平当局的震怒 及对孟宏伟的强烈批评 最初有报道称 孟宏伟29日回北京 一下飞机就被控制 不过明镜电视新闻观察员何平 在点点今天事节目中 并不认同这样的报道 他在节目中指出 至少在9月21日 孟宏伟就已经在北京了 这一天 孟宏伟在北京一家非常有名的 阿拉伯餐厅1001夜 宴请了一些来京的阿联酋同行 疫情人19日飞到北京 应该是在中国公安部的办公楼里见面 孟宏伟接见了他们 主要跟其中一位讲了几点 第一点就是说 根据中国政府的一些新的规定条文 根据他个人的情况 他已经不适合继续担任 国际刑警组织主席 本来应该两年以后才交接的 他现在要服从政府的安排 实际上是中国组织的安排 要提早两年退下来 所以要把主要的情况跟他交代了一下 让他能够提早接班 21日孟宏伟在1001夜餐厅请他们吃饭 这位被交代接班的阿拉伯客人 随后飞往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然后从那边再转飞机到了法国里昂 如果这个消息千真万确没有错误的话 那么国际刑警组织那个简短的声明 就掩盖了最初不知情的事实 而之前的报道说他是9月底从法国回到北京 一下机场就被中纪委抓住的新闻也不是真的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明镜人物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 明镜推荐 明镜为您推荐 明镜电视节目惊讶 敬请锁定 哎呀这个范围边这个事情 我好像看到就是说 他那个税务缴税的日期是12月份 有个时间也就是必须很短的时间把钱 对对对 如果臭不值的话可能还要进牢狱之在 就是进监狱 那么如果说这个时间凑的12月份的话 的话我就不许够呛 因为要他拉现金拉 将近9个月 我都他拉不出来的 我觉得你小看发明明了 不不我不是说小看他钱 对啊而是说这个你就算一个企业 在一下子拉8亿甚至9亿甚至也很困难的 嗯 你有你有钱不得你拉出去 一个这么多现金出来 我的认识这个意思 我不怀疑是这个范围边有上北亿财产 我或者或者都有 刚才报道说60多个亿 这个一点都不怀疑 但是你要拉去一下子拉 就是将近10个月9个亿的现金出来 你想想看 一般人现在现在现在不再下来存这么的现金 哈哈哈哈 他可以他可以打包卖啊 不 我说的就是就得卖房子 对啊 他打包卖就 我觉得这个如果他有60亿他打包卖的话 他是 是有人接盘的 嗯 不是这样 你你可 你我不知道你你应该也有买房的经历 在美国买房当然就不是 啊 现在是9月对吧 啊 现在是10月 7月啊 在美国买房的快点的话啊 三个月以内搞定了 这个 还可以再快点的话呢 一个半月 到两个月搞定了 嗯 没问题 嗯 他总算要有一套程序一套合同的啊 这样子 现在来的的话 我我因为我今天算不见我我原来在北京买了一个小房子 我知道这个秦水啊 买了这个 给你签合同这个过付期间的本来这个过完付之后再再给你付款 嗯 另外还有一个买家的问题 谁来买他这个房子打包 一下子买家也出这么八九万进去 拉这个九万 叫做不用九万 就拉个四五万四五亿进去 这你这个买家的实力也是非常长的 嗯 这个这个我觉得这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嗯 我觉得他把那个合同啊 他把他的地契先作为这个写一个简单的合同转给你剩下的这个手续补办 这个法律上就成立了 是是然后你可以把钱打了 然后后面些补充掉 必须在多长时间完成这个房屋交易 这个他也可以解决 我觉得我就不在这 既然我觉得范冰冰你看他那个戏里头啊 他他不像这个还不起的样子 真的 那倒是是是是 他不像还不起的 那倒是不少还不起 对对他我觉得这个对他不是一个难事 我就范冰冰的这个事情 现在我觉得不是这个故事的这个主要的问题 因为他只要他从监狱出来 罚了连交代罚的九个亿 范冰冰故事的这个高潮啊就过去了 那是那是那是 对因为这个这个故事的后面 确确实实既有法律的漏洞 也有高手在后面的运作 对对对 再联系崔永元的遭遇 我们就更知道范冰冰这个故事 套着另外一个故事 那是 嗯 所以说我们这个这些 其实原来我的意思是谈 崔永元不是谈范冰冰的问题 现在崔永元对 我不是你看着他崔永元的这个这个 前两年发的他自己那个啊 嗯 嗯 他其实那里面其实 谈了他怎么说的三度举报的经历啊 三度举 三度举报其中第三都讲了 来了两个陌生的人 对 两个陌生的其实是上海方面的警察 国宝 两个不露面一般都是国宝 对 两个方面 他说的是岛穷不一定穷 他那是国宝了 就是说 经济警 经济警 他是经济警 他说的意思是 这个范冰冰半演这个那个演的这个大轰炸 嗯 大轰那个电影 其中那个那里面是跟那个上海这个经警是有关系的 他们有一部分警察做演员了 演员拉的高个报酬拉的很多的 所以说 然后从这个角度来解释 这些警察会在上海经警的这个经警大队 是怕范冰冰这个事情牵连到他们了 所以说要对 你出这个出影院竞争恐吓 你这是财力哪来的 你是如果你是就非法搞来的 OK 所以我就办你了 因为你这个财力是非法搞来的 是这个意思 这个 从他们那个举动看呢 不像经济警察 像国宝 嗯 这个这个分不清楚 对 分不清楚 但他的公共性说的经济这个经济这个经济 对 对 所以 呃 到 他那个吸引就是 就是说对一个经济一个税务总局 对税务总局也是非常不满的 呃 我倒是就是对崔永元 大家对崔永元举报范冰冰 有不同的看法 当时崔永元好像要否定他在举报范冰冰 其实从这个他 最近谁的这个东西来看 他就是他举报范冰 啊 就把那个炸凤炸的包括一些这个材料 包括还有一个什么红小刚 他们的什么一些材料都举举举举报了 呃 那么我我我的我的意思是崔永元就是 中国舆论墙啊 崔永元的这个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是支持啊 支持呃 崔永元举报 就是所谓偷税漏税的民心啊 等等等等 另外一种 当然对崔永元的也不感冒 就是因为他这种手法是非常逼劣的 啊 崔永元本人是很逼劣的一个人 呃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但不管怎么讲吧 事件一发现到结果 我从我 从我的角度来个 我早是支持他 其实手术 税务总局跟警察 嗯 这个事情越越输越快的好 现在我们不谈他里面是否随正义 随非正义啊 只要把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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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盒子给盖子给他截开来 嗯 里面就可能又会 可能会又有一些预赏不到的 一些名堂出来 这个事情本来是一坨屎啊 对啊 用个棍子把它敲开了 臭气 让他臭气熏出来了 对啊 是这样 所以说只要就把这个事情搅大的话 这总委是 可能别人讲 要么可能崔永元马是前提 他自己被搞进去了 哈哈哈 呃 这个架势现在也不能排除 对 因为 但是不会马上 因为是是是 明显的人家感觉是打击报复 对 因为是什么呢 因为关于崔永元 这个以前好像对他的一些举报 是 我看了好像也有 嗯 他他办一些公司 崔永元自己也可能办了一些公司 这个里面就举报 他什么偷税 也囤着什么偷税 漏税的行为哈 以前也有也有能举报 他啊 嗯 所以说 那么我 我知道的这一位崔永元现在搞到这一手了 其他的人 会源源不断的往崔永元手上送一些材料 嗯 就是崔永元手上其实讲过了很多炸弹的啊 包括 到了这个炸弹主要还是这个税务这个角度哈 因为这是最能搞到一个搞到一个人的一个一个一个手段 嗯 所以是有商官的人呢 包括他所他的在电影圈的一些敌人呢 估计可能是很恐慌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看 他敌他的敌人也会收支崔永元的一些材料 哈哈哈 我现在觉得崔永元是中国最危险的一个人 可以这么说吧 嗯 那看你商对什么来说了 就是商对于他的敌人商对于演艺圈来说 或者说敲锅演艺圈是其他的 我觉得他是一个最危险的敌人 但是虽然在共产党呢 他不是个敌人 对啊 我觉得这个要老要要要崔永元脑袋的人可能不少 对因为这个崔永元砸掉多少人的饭碗啊 如果这个搞下去的话 那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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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是演艺圈 还有这个啊 法院税务 这次这次方明明没有被罚啊 但方明明手下被罚了啊 刑事被刑罚啊 对 还有一些这个税务官员 对 逃不掉这个逃不掉这个责任 啊 这个这些人想要冤了 方明明是主事了 居然就溜了 这个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是 最近在有一篇文章说啊 方明明没有被这个刑罚不见得他没犯罪 是啊 这个东西实际上 我呢 我也看到他写的这篇文章啊 就是说 这是一个有争议 我觉得这是有争议的一个地方 因为既然是这个 但是你有你有犯罪 有个这是两个讨论 你有犯罪 我不刑罚你 我用行政处罚代替 啊 这是一种一个一个一个解读的办法 还有一个就是 我不刑罚你 我就是就是因为你没犯罪 所以我不刑罚你 啊 这也是一种解读 那么这个文章呢 说出来之后呢 啊 我就觉得就是说 你即使这样也不见得你没有犯罪 所以我还是觉得有点心 啊 这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是完全明白这个东西 嗯 你说的这个文章是谁的文章 就是一个一个一个官方的报纸啊 就对方明明的这个处罚的一个解读啊 对啊 他就说 他是 你是对你方明明的现在这个惩罚 并不见得他没有犯罪 嗯 那么意思就是就是指到方明明是犯罪的 这是 对啊 那这个这个东西等于是你是个犯罪分子啊 呃 这就不一样了 对 其中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这个 这个 秦永希 秦永希一谈这个这个这个他微博上的一个对话 一个 然后呢 他自己把他集了一个文章 就解释了 范明明为什么没有进监狱的一个问题 他有一个详细的 中这个所谓的 我刚当时跟何彬讨论 这个我看了 对对对 这个我看了 他谈的是行政处罚前置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跟这个 呃 跟你他那个偷税多少没有关系 不弄数量 只论你没有被罚过 对对对对对 他有个这么解论 对对对对对 其中其中那个文章 其实他是一个 他在说这个 这种处罚其实对一般老博生是一个好事 因为这现在的中国投射料的 太多了 数量太多了 对这个投射料的处罚的这个事例太低 如果真的要追究的话 每个人就基本上的80%都可以追究你的 80%都要坐牢 但是我这个文章他方彬彬的事件一出来 他就有这个解读 但是现在问题是这篇文章出来以后呢 方彬彬的现在就是一个 你是违法分子 你还是犯罪分子这么一个区别 那么这篇文章是主张 把方彬彬 定为犯罪分子的 是这么一个区别 对 这就不一样如果你说过 在我们做律师做法律界的人来说如果你是犯罪分子 你就 当不了律师了 如果你是个违法分子呢 你还可能当律师 但是中国的情况是这样的 就是说 只要你没有进监狱 不是 一般就不算你犯罪分子了 就不得打扰不记录你那一笔 他这是认信 认定性质的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灰色的区别 我都不明白怎么回事 OK 我们也知道最近中国呢 虽然在 某些方面 他用了四个字 就是 变中 通过美国的这个政局的这个变化 然后呢 他最后取胜 叫变中取胜 但是呢 他在内政上面呢 做了一些调整 那么呢 例如说他降准 人民币的这个贬值 你知道 这是不是说北京在另一方面 内政方面还是有所准备 实际上不光是有所准备 而且采取一些古旧措施 当然他就是对内 第一个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降低银行股定率 就是让商业银行有更多的 这个信贷资源可以用 释放一笔 这个上万亿的 信贷资源来拉动经济 第二个是收紧办的管制 第三个是增加储货退税 这都已经正式宣布了 第四个是降低增值税的关税 这个也提到了 你看到中国 宣布的政策 第五个是 这是明着不会说 就是中国商品呢 已经开始绕到出口 特别绕到马来西亚 越南 就假装成越南产品 和马来西亚商品还是出口的货 同时呢 还为了适应这一点 还开始造假 就是把商品上的编码 因为中国的编码 那个条码 条新码 中国出口的商品的条新码 和越南出口马来西亚 是不一样的 所以现在很多中国出口公司 在美国公司 底下做按交 按笔按盘交易 就是我把马改的 货还是原来的货 还是中国到 我运到越南马来西亚出口 然后用的是他们的码 你假装不知道 第六个就是稳住汇率 第七个是 扩大一次性的对个人所得罪的征收 这个我们从最近的 范冰冰事件来看 这个中国政府并不真正从 这个 偷税 逃税 刑事责任去追 而是 只要他交了钱就拿好 实际上这个目的是 警告其他的演艺界人士 你们最好要想 要想不麻烦 不坐牢 你们最好足够拿钱 所以这一交这批人是扩牢 一交代的政策能闹不下 最后一个就是造舆论 要共度时间 这个现在共度时间已经在中国媒体上 经常出现了 老百姓的可能 对共度时间 当然是可能 但是很多人也开始 在考虑这个 还有一个问题 大家现在这两天特别关注的一个新闻就是说 美国针对中国的这一些 内应对政策 准备把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 那么这个东西会不会加注两边的对峙 但是有的人认为就是贸易战变成金融账升级的金融账的一个开始 那么你怎么看 我觉得所谓的这个汇率操纵国其实是针对市场经济国家的很明显 判断而言的中国反正现在已经被认定了 并不是市场操纵 它是换市场经济 政府操纵的明显 我刚才前面谈到的八项措施 大半就是属于政府操纵 所以呢 再加一下 操纵汇率也没生大不了 中国一直都操纵 那并不会 就美国宣布中国成为操纵汇率国也不会改变 中国的政策 同时美国也没有什么政策去迫使中国不操纵 所以这条呢就是象征一样 嗯好 这个今天的这个时间呢 差不多了啊我们重点关注就是说 民主党 如果大败 中共是否准备好了 那么陈晓龙先生呢 今天的这个一个核心的观点 他认为民主党啊这个 败选的这个比例高于50%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他问中共 只有计划A 没有计划B 是相当不明智的 这是一 第二个呢 导致中共把宝压在民主党身上呢 是因为啊 第一 这个 叫什么呢 信息偏差啊 他认为是信息偏差 那么为什么会找信息偏差呢 他认为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啊 大学 智库 华尔街啊 媒体这些金一鸣呢 已经被边缘化的结果 啊 另外呢他还谈到中国当下就是说在 对美国问题上呢 他是在在等待一个机会就是 变中啊 取胜啊 等待美国发生变化 最后取得胜利 但是呢 他在内政上还是相应的采取了一些防范危机扩大的一个趋势 一个趋势 那么陈晓龙先生列了七八个 中共现在正在做的一些小措施 啊但是呢这个话题呢不是我们完全关注的重点 我们重点是民主党 这个 是否能够胜选 中共是否有逼激化 说到这个华人参政啊 我们都知道就是最近加拿大有新闻 嗯 就是 别的一些华人也开始出来了 那么有一个 女的啊 有个华裔律师叫郭红的 啊 他要出来竞选这个 一个市长 啊 你是怎么看这样一个 啊 这个 这个拥共的人出来 啊竞选呢 嗯 其实拥共只是一个态度 他本身 不存在 问题 他只是个人的一个认识 本身是不存在问题 嗯 但是 真的眼睛说瞎话 不诚实 对这个 祖国人民的苦难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才是问题 你拥共真的不是问题 你拥护中国共产党真的不是问题 嗯 但是 你说中国没有人权问题 你说中国没有这个 呃 709律师这个事件是什么 是伪造的 是根本没有的事情 你说这个共产党有多好 这就是问题了 嗯 你说中国不存在这个人权问题 那真的是 睁着眼睛说瞎话 那就这就证明 你对你祖国人民的苦难 你都无斗于衷 你能够代表我们加拿大人的利益吗 你能够代表 这个这个 这个他是 他是在 中文叫列治文 你能够代表列治文民众的利益吗 但这个列治文民众的利益 跟你的党 跟你的共产党这个利益相冲突的时候 你会代表民众的利益吗 所以这就是他当选的障碍 所以我估计他是 选不上的 这以前就有一个先例了 在这个温哥华东区有一个另外一个华人的一个女性 他当时这个加拿大自由党 在那个区以前自由党的那个那个 候选人呢 很容易当选 但是自从那个党在他们去推出这个 这个人以后 连续两次都没有当选 虽然那个区50%以上的华人 为什么 那一个 候选人 他也是跟这个这个 郭宏女士一样 中国没有什么人权问题 我们那个 中国是现在发展的非常好 我们 其实加拿大都应该向中国学习 他就是这个问题啊 让这个华人 其实华人 有一部分中国来的 接受共产党洗脑的人会 听了会非常高兴会非常支持他 但是你想一想 在加拿大的华人 大多数 是早期 逃避迫害 逃避这个专制来的 他们知道怎么回事 这些人平时他们不会去在 新闻上有什么 发生有什么表现 所以就被这些 郭宏 还有另外这位女士 他们就认为 他们的声音最大 特别是这几年 这个 海外的华文媒体基本上 被共产党都买断了 所以他看到 这个 华文舆论的声音 都是一边倒支持这个 中国 都是一边倒说中国是现在越来越了不起 所以他们就会 误以为 他们的机会来了 他们可以当选 前面的那位女士已经是 前车之鉴了 我想跟郭宏女士说 前车之鉴了 你如果不改变这个观念 你如果你还是 睁着眼睛说瞎话 你如果还是 对这个祖国人民所受的苦难 祖国人民所受到的不公待遇 无动于衷 我相信 列治文的这个选民 绝大多数人 不会认为你会代表他们的利益 绝大多数人 不会认为 你会是一个好市长 一句话 你是选不上的 你倒是苦口薄薪啊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个问你就是说 您啊看着就是说 你这个反共立场比较坚定啊 这个 这一点 影响你的从政生涯 还是帮助你的从政生涯 这个我觉得既没有帮助也没有阻碍 没有阻碍 没有阻碍 但是我反共是从内心里边 其实我在小时候 我是在 最拥共的时候 被打成反革命 我在学校里边就是被批判为小反革命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是拥护共产党 拥护社会主义的 所以我的这个反共 纯粹只是反对专制 反对专制 反对这个 这个人权迫害 这个反对这个不平等 这方面是帮助了我这个从政 在加拿大从政 因为我追求的是平等 追求的是这个 对 弱势群体的这个关照 追求的是这个 这个机会的平等 这些方面 对我到加拿大从政以后 其实是正好能够契合这个 主流社会的这个 一个标准 所以这不存在 也不存在帮助 也不存在一个问题 这本身也不是我反共立场 其实反共只是一个态度 我并不反共 我希望 将来中国民族以后 如果共产党能够洗心革面 如果他也能够 遵守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法律 遵守宪法 在宪法范围内活动 我还支持允许他们存在 我并不是一个要把 把共产党 打翻在地 踏上一只脚 要彻底清算他们 要让他们 永远不得翻身的 那种人 当然 现在很多人都 希望要清算他们 其实清算 清算他们的罪恶 就可以了 但是 对于这个 一个党 如果他们 遵守宪法 如果他们 清理了自己党内的这些 罪恶 我想还是应该 允许存在 但是我看到你有一段话 我觉得挺有感悟 挺挺想问你就是 为什么呢 因为你说 省里的每一次 市政会议邀请的经济学家 都建议搭中国 快速发展的快车 注重开发中国市场 那我个人呢 在会场上的 反调 万万使人认为 我是因为反共 才有的立场 你说你着急呀 对不对 是 人家给你贴标签 人家给你贴标签 你不反 就是你刚才你这番语言啊 你是反的是 反专制 反人权的那些共产党啊 如果他 他不专制 他不反人权 那么你对他没有意见 那么 这个 那么人家现在已经给你贴上了一个标签 所以说我是在这个意义上问你 就是说 人们一看 你这个 对你这个方面确实有这么一点 其实 现在 共产党在加拿大的政团 渗透很厉害 以前的几个 对中国比较警惕的几个 政治家 现在他们身边都已经有了不少这个 这个advisor 顾问 顾问 他们的advisor已经是中共派过来的人 我已经明显的感到 这个 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很好关系的人 嗯 现在啊 我邀请他们去参加一些这个 这个民主方面的活动 他们就 不太愿意 他们就 找各种借口 就不太愿意来了 呃 而且 他们在这个 我去参加设政会议的时候 呃 我告诉他们 警惕中国经济崩溃 这方面 他们是 不相信的 他们 这一点 但这一点 影响不了 我在加拿大从政 他们影响不了 我在这个 加拿大 我们市政方面 就要求他上面拨款 那什么东西 他影响不了 但是 我替他们着急 我替加拿大着急 但是 现在可能这个 加拿大 除了个别报纸 还保持 这个 保守派立场 还保持这个 不想共的这个立场之外 绝大多数这个新闻媒体呀 已经被中国这个媒体影响得很厉害了 他们都是觉得中国是一个 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好 特别是你看我们每一次这个市政会议 这是经济学家 他们研究经济的 他们都认为中国的经济是飞速发展还可以继续发展下去 但是我们 作为了解中国的人都能看到 中国的经济现在遇到了大麻烦 即使美国现在就是没有跟中国的贸易战 他也会有大麻烦 这个贸易战只是加快了他而已 但是呢这个加拿大的这些政客 就是喜欢听这些 他们 拥共的这些顾问的忽悠 要这些拥共的经济学家来指导他们的这个 加拿大的经济发展 所以他们很多的时候啊 宁愿放弃跟美国的这个友好关系 也要去遵求跟中国建立更好的这个更紧密的经济关系 每一次在这个 市政工作会议上 当他们说这个加强跟中加经济关系的时候 我都告诉他们 要小心这个中国经济陷阱 因为中国经济是不可持续的 其实我说的都是用这个道理去说服他们 但是那些经济学家他们不这么看 所以我对这个加拿大跟中国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关系 我是很担忧的 你是不是有孤独感啊 作为华人 有时候有点孤独感 但是其实有一些这个媒体还是注意到了我的言 有时候他们还是去 要来采访一下我 为什么有这个看法 我觉得我说的还是会有一点效果 这个世界日报呢 用这个头版 爆出的就是说中国政府间谍遭诱捕 第一次这个压美起诉 那么副题是说这徐彦军 这个名字现在还不能确定 是一个义名 英文义古兰的名字 徐彦军 这个专门窃取 涉嫌窃取这个航太机密 在比利时落网 那么司法部现在讲的 是美国司法部讲 这不是一个孤立事件 那么不容许其他的国家 不扰而获 或者这些事情 那么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那昨天其实上 昨天在这个 欧海欧 这个辛辛云那提 这个地方 那么终于就公布 美国这边联邦 这个司法部公布了这个事情 那么 纽约时报 把这个做成条 也是做成他这个 在网络上来讲 做成第二头条 他说 In a first a Chinese spy is extrac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stealing technology secrets 叫做这个联邦这个司法部说 在第一次 一个中国的这个间谍 从外国引渡回来 经过这个偷取了 这个所谓美国的这个 科技机密 那么另外也有其他的这个 媒体呢 都纷纷报这个事情 那这个事情当然是在 这个 像这个是这个 non-public 就是国家公共电台 那这个是 这个是传播力非常强的 他说 US charged a larger Chinese government spy with stealing trade US trade secrets 那么都把这个政府放进去了 Chinese政府 那么第一次 这个纽约 这个美国 这个控告 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 间谍 在这个美国第一次出现 然后呢 这也是纽约时报的另外一个标题 那么这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呢 这个在新兴纳提 就 Ohio州新兴纳提州的 这是 被捕的啊 这个 徐亚 徐燕军 或徐亚军 现在的正式的疫名还没有出来 那么他的身份呢 是这个江苏省 国安厅的一个副处长 那么负责的 业务呢 是跟海外啊 或者跟美国 或者其他海外 这些先进的科技国家 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新logo设计大赛开始 千元美金大奖等你来 自90年代初问世 明镜媒体集团已走过数十个年头 为接轨当代美学元素 体现新媒体载体需求 集团即将对下属新闻网站和相应的APP 进行系列改版活动 即日起 明镜集团将推出明镜新logo设计征集活动 在此我们诚邀各位旧与新知踊跃参加 此项活动将以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 由明镜网友全程参与明镜集团新logo评选的决策过程 经由网友和专家评议产生的优胜者 将获得相应的回馈奖励 明镜希望打造一个立足服务海外华人 且具全球影响力的综合性媒体 坚守独立自由的新闻原则 并致力为网友提供真实可信的资讯服务 此外 未来的媒体空间将打破受众 作为信息被动消费者的传统新闻模式 在精心设计的价值体系支撑下 网友将切实参与优质内容生产和创意建设 共同打造独立责任价值三要素良性循环的全新媒体生态 设计的理念作品应充分展现如下特色属性 媒体定位立足中文语境 放眼全球事物 核心服务 独立自由真实透明的综合性资讯 信息生态 以由品味的内容创作和优质观点交锋为基础 鼓励媒体个人机构共同参与协力建设分享共利 综合评分最高的作品创作者将获赠10万枚火拍币 获美金1000元二选一 网友票选环节得票率最高的五个作品创作者将获得人气奖 各赠5000枚火拍币获美金50元二选一 所有成功提交作品的参赛选手均可获得1000枚火拍币 所有参加投票活动的网友均可获100枚火拍币 更多参赛须知评选办法和奖项设定的信息和有关事项 请登陆logo.明镜news.com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安卓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安卓手机或平板电脑的Play Store 在最上方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边的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桌面上 回到手机桌面找到明镜之声的图标 点击并进入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热门排行和机场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广播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最右边的激赏一栏您可以选择不同的打赏金额来支持明镜 下载明镜之声APP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苹果iOS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您手机的App Store 也就是苹果应用商店 在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上角的云状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手机桌面上 您可以选择下载之后 立即点击Open 打开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三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和热门排行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点击随选清单右边的倒三角形 您会看到明镜所有栏目的名称 选择你想收听的栏目 比如明镜的英文新闻News Always On 您就可以专门收听一个栏目的节目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这一栏您可以找到明镜观众最关注的节目 明镜之声APP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连接到明镜的YouTube频道观看视频 具体方法是 点击明镜之声APP左上角的目录标志 会出现一个菜单 在菜单的最后一行是订阅明镜选项 明镜之声APP会自动连接到明镜火拍的视频主页 在这里您就可以收看到明镜火拍的所有节目 下载明镜之声APP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